好 接著要跟各位講化石的形成 這裡以海洋生物為例會寫了一大堆的字 其實你應該在生物已經念過了 就是沉下來 沉積蓋住 然後哇哇哇之類的 對蒂克爾岩的重點只有三個字 沉積岩 國中程度 國中程度 我們的化石都在哪邊發現 沉積岩中發現 巧思問你 夏裂何種岩石會看到化石 沙岩 花岡岩 大理岩 玄武岩 答案就選沙岩 因為它是沉積岩 國中程度 化石通通都在沉積岩中發現 我朋友要發現 OK 化石的功用 研究生物演化用 這是生物老師教的 劃分地質年代用 這個是我等一下要教的重點 考試的重點 還有一個叫做 了解當時的環境 狀況 第一個 第一個 山葉蟲蟲 山葉蟲是古生代的海洋生物 所以如果你在地層中發現 山葉蟲的化石 一 這個地層在古生代形成 二 他當時是海洋 當時是海洋 所以看到山葉蟲 就知道是古生代的海洋環境 OK 下一個是學測考過在選項裡出現過的 你們生物有教 珊瑚是一個很特殊的族群 它是生長在熱帶的前海地區 所以台灣什麼地方有珊瑚 墾丁 墾丁 台北有嗎 沒有 因為台北不屬於熱帶 這裡的考試題目都很無聊 背完就沒事了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珊瑚生長在熱帶溫暖的深海 錯 淺海 珊瑚生長在溫帶溫暖的淺海 錯 熱帶 就這樣子很無聊 就把它記住就好了 珊瑚是生長在熱帶溫暖的淺海 溫暖淺海 這個在學測的選項中出現過 而且學測的選項出現這個的時候 課本已經沒有教珊瑚 這告訴我 學測是他愛考什麼他就考什麼 跟你的課本沒啥關係 沒啥關係 不是課沒有起來他就不會考 OK 那化石的功用比對嚴懲 這個高中考得多 國中很少人考 就是我發現一樣的化石 一樣的序列 那我們大概是同樣的狀況 同樣的狀況 就考試就畫兩張圖 一個是問你誰跟誰一樣 一個問你說少掉哪一塊 人家ABC珠 你是AB珠你就少掉C這樣子 OK 但是國中很少人考這個 聽說你們生物有考 聽說你們生物有考 那地科很少人考這個 但是高中考得多 高中考得多 比對嚴懲 好這是三葉蟲蟲的化石 我覺得他看起來很像蟑螂 好三葉蟲蟲的化石 OK 因為考試有考過三葉蟲 所以要給你看一下三葉蟲蟲的化石 因為考試有考過 好 好 好